公园的游乐器材在阳光高温曝晒下 默默成了孩子游玩中无形的伤害 有近九成的家长反应 游戏场所白天表面过烫无法游玩 地委和志委便呼吁全台的地方政府 应增加遮阴水雾等装置 别让孩童开心出门玩耍 却带着烫伤回家 近年全球平均温度持续增高 根据美国报导 近年7月有可能是地球至少10万年内最高温的时刻 公园中的游乐设备更是长时间暴泼在阳光下 清测量下流滑梯甚至来到44度 恐怕未来孩童受伤的频率将持续增加 立法委员和志委表示 除了可以增加屋顶撒水设备 预地的温度会比周边环境低 希望能让草地生长到安全的高度 就能兼顾自然与降温 我要拜托全台湾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 还有我们公园的部分 其实热岛效应就是因为没有止灾 那如果种树来不及 其实台湾很多原生种 还有我们的草地 我们都把它理平头 我们的公园的草这么短 它也还来不及开花结果 来不及长高 就被剃头了 草皮其实如果它的草越高 它其实是覆盖在地板上面的另外一种冷气 它会比喷水雾还要更天然 它所带来的冷空气其实更舒服 它可以调节温湿度 那六度要赶快优先来做 还真的不能等 我们一路会热到十月都有可能 所以其实很多二倍金 他们地方政府要做 马上就可以做了 许多公园在设置阶段就设计大量的活动空间 草皮 油具等 整体灵鹰覆盖率却偏低 油具设备也从国外进口 欧美国家的温带气候设计理念与热带的台湾不同 黄火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组长林向鲁说明 游戏场应优先采用沙 栗石 树皮 墓穴等自然松散铺面的比例 不仅能帮助降温 同时也能舒缓城市热倒效应 随着夏日这个温度一直上升 我们现在看到38度这些极端气温已经 好像也不意外了 所以亲子前往游戏场会落入一个两难 游乐器材 不管材质 不管塑胶 磨石 金属 木头 或是没有遮影的沙坑 其实你这样30度高温的烈日曝晒 表面都会非常滚烫 因为孩子如果在玩乐的过程中 如果受到了热伤害 不只是中暑 很有可能会脱皮 可能会烫伤 那这些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一个39度的高温的环境 你要孩子穿上牛仔裤 穿上长袖 甚至穿上外套去玩 那这不是太苦了 孩子吗 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 不要只是用一个力牌去解决 我们希望做到更根本的改善 还同时热伤害高风茧族群 游戏场的高温将会让亲子却步 记者会最后呼吁全台政府应正式并改善 别让高温剥夺孩子的游戏权 记者薛峰台北采访报道